蓝湛隐隐欲约,听到一阵啜气声,他伸手挡住刺眼的阳光,头痛欲裂,慢慢睁开眼睛余光瞥见自己床脚缩着一个哭泣的人。 蓝湛皱眉,这是谁?怎么跑到自己房间里来了?身上那是怎么弄的? 蓝湛从床上一跃而起,一把抓住那人的手臂,那人吓了一跳,被子从手中滑落,满身都是痕迹,怯生生地抬头看着蓝湛。 你!蓝湛看着那张跟吉冲有五分相似的脸,愣了一下,昨天的记忆分踏而来。 百年好合,蓝湛看着吉冲身着红衣,头树金冠,风神俊朗,喜气洋洋,与身边的百里甚为相配。 他忍着心痛,说出了祝福的话。 好兄弟,有了你的祝福我们,定能白头到老。 吉冲拍了拍蓝湛的肩膀,十分开心。 蓝湛张了张嘴,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百里和吉冲站在一起那么亲密, 他只能祝福了。 婚宴上从不饮酒的他给自己灌了好几杯,然后非常平静地走在街上。 救命,请救救我。 有人慌慌张张在人群中逃窜,一不小心撞到了蓝湛,两人跌坐在地上。 对不起,对不起,请救救我。 那人忙不迭地道歉,却又紧紧地抓着他的衣服,蓝湛喝了酒反应,有点慢, 有些迷迷呼呼没有理会。 此时后面一群人骂骂咧咧地追过来,粗暴地将蓝湛身上的人拽起来,就要拖走。 那人挣扎中大喊救命,蓝湛看清了他的脸,是吉冲,这些人怎么能这么对他。 谁也不准欺负吉冲。 蓝湛从地上一跃而起三两下,就把几人打倒在地,狠狠地踩着领头的人手道, 滚,别再让我见到你们。 谢谢,谢谢你。 那些人慌忙逃窜,吉冲却拉着自己的衣袖跟自己道谢,蓝湛有些迷糊。 眼前的吉冲怎么这么柔弱,哭得梨花带雨,好看是好看,就是感觉有点怪。 你,不是在成亲吗? 我,我没有成亲。 你,你没成亲。 魏英点点头,乖巧又感激地看蓝湛,自己的后母要将他卖入花楼, 他趁他们谈价格的空隙拼命逃了出来。 眼前这个人风神俊朗,就是眼神有点迷离,他救了自己,就是自己的恩人。 他问什么,自己就答什么。 你不喜欢百里吗? 不喜欢。 百里是谁,他都不认识。 真的吗?蓝湛突然激动起来,双手抓着他的肩膀,魏英吓了一跳,连忙点头,结结巴巴地道, 真,真的,我,我不喜欢他。 那你喜欢我吗? 蓝湛温热的气息喷在魏英脸上,魏英闻到了一股酒气,原来是喝醉了。 我,我喜欢,恩人,你是个好人,你救了我。 魏英认真地说,蓝湛突然身子一矮,拉着他的胳膊,将他背了起来。 恩,恩人。 魏英吓了一跳,有些不知所措,蓝湛却一言不发,迈开大步,朝着将军府走去。 接下来的事情不言而喻,蓝湛看着可怜兮兮瑟瑟发抖的魏英,一阵头疼。 他喝醉酒将他当成了急冲,强迫了他。 该死。 蓝湛心里咒骂一声,自己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? 你叫什么? 蓝湛拉起被子将他裹起来,面色微韵。 喂,魏英。 魏英缩在被子里,不敢看他。 他有个毛病就是,一紧张一害怕就容易结巴,在家里经常被他们嘲笑。 今年多大,家住何处? 十,十六,家,家在十,十里铺。 蓝湛皱眉,好好说话。 魏英抖了一下,不敢再开口。 之后蓝湛问什么,他都单个字地回答。 蓝湛问了许久,才问明白。 昨夜对不起,是我猛浪了,我会负责的。 明日我就让人去提亲。 啥? 魏英有点猛,张大嘴巴抬头看着蓝湛。 就这样,今天你好好休息。 魏英半晌,才反应过来,蓝湛早已经离开。 魏英忍不住抱着被子乌液起来。 魏英身着红色嫁衣,满心欢喜地坐在洗房内等着蓝湛。 他是开心地对未来充满希望的。 他对蓝湛是感激的,他给了自己一个盛大的婚礼。 想着那一夜,他又有点害怕,又有点小小的期待。 他的双手不安地搅在一起。 将军怎么还不回来? 魏英听着门外欢声笑语。 只有他孤身一人坐在屋里,肚子咕噜咕噜叫起来,他也不敢动,不敢随便吃东西。 怕蓝湛觉得他没有教养。 终于在他困得东倒西歪的时候,蓝湛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。 魏英急忙起身扶住他,关切地问,将军,你还好吗? 要不要喝点水? 蓝湛一言不发,推开他歪歪扭扭地走到床边直接躺了下去。 这次虽然他也有些醉了,但是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取的不是急冲,而是魏英。 将军。 魏英跟过来帮他脱掉靴子,盖上被子,松了口气的同时也有点失望。 他脱掉架一叠的整整齐齐放在床边柜子上,准备睡到蓝湛里面时,蓝湛突然坐了起来。 这是我的房间,你去别处。 魏英瞬间呆住了,可,可是,我,我们,的新婚之夜。 魏英话还没说完,蓝湛便倒下去,不再理会。 魏英站在原地站了好一会,委屈地咬着下唇,等蓝湛睡着了他才敢悄悄将嫁衣拿过来,紧紧抱在怀里,靠在床边默默地流泪。 母亲说过,新婚之夜,不能分床睡,不能空流泪,要不然会不幸福。 他母亲就是这样,现在好像轮到他了。 魏英哭着哭着,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 次日清晨,魏英醒来,床上的蓝湛早已不见了踪影。 他蜷缩了一夜,手脚都有点不利索,站起来的时候差点摔倒,他扶着床慢慢站了起来,坐在床边想着昨天婚宴赏前来道贺的那一对碧人。 那个人跟自己可真像啊。 不对,是自己跟那个人真像啊。 魏英忍不住暗自神伤,他十岁的时候生母去世,后母对他甚为不喜,自此他学会了察言观色,小心翼翼。 昨天将军看那个人的眼神很不对劲,那不是一个朋友该有的眼神。 将军分明喜欢那个人啊,眼里的不甘和喜欢都要溢出来了。 魏英正想得出神,只听嘎吱一声门被推开,蓝湛皱着没劲来了。 魏英急忙从床上站起来,慌慌张张地用手扑平细微的褶皱并解释道,我,我不是,故,故意的。 收拾东西准备出发。 蓝湛有些烦躁,这张脸跟急冲太像了,但是这个性格差太多,太胆小懦弱,比不上急冲半分。 去,去哪里? 魏英结结巴巴地问,去南疆。 南,南疆。 做,做什么? 蓝湛不悦地看着他问,我是谁? 蓝,蓝将军。 魏英小心翼翼地看着他。 那还问,我此次回京一是为了向皇上汇报南疆军情, 二是为了参加急冲的婚礼。 魏英傻傻地看着蓝湛,他知道蓝湛很生气,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。 他只是一介草民,又是昆泽,没怎么出过门, 听着皇上这两个字,就感觉腿脚发软响往下跪。 蓝湛看着他傻兮兮的样子,眉间拧成一条川, 这个人什么都不懂,就算他喝醉了,怎么能把他认成急冲。 我们蓝湿世代驻守南疆,你既已进了蓝家门, 必须随我返回南疆,没有召唤,不得随意入境。 懂了吗? 魏英被蓝湛吼得一愣一愣,泪花在眼圈里打转, 委屈地点点头。 不许哭,跟我走。 魏英背着一个简单的包袱, 里面只有一件红嫁衣, 他频频回头,不舍地看着刚住了半个月的临时将军府, 坐上了马车。 虽然很短,但是他也把这个地方当成了假。 现在他要背井离乡, 跟着蓝湛去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地方生活。 他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日子等着自己。 他只能紧紧抓着那个小包袱, 默默捶泪,自己家里容不下自己, 蓝湛就是自己最亲的人, 所以他别无选择。